随着大陆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 市场空间不断拓宽 今年来 许多台湾青年来到鹿岛厦门 通过成立行业协会 孵化项目 布局 跨境电商等多种形式 活跃在数字经济发展第一线 深耕两岸 云上共同市场 来自台湾的90后青年潘怡君 2016年作为公司代表派驻大陆工作 一次偶然的出差 让他邂逅了美丽的厦门 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潘怡君 2018年辞掉原本的工作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做起了社群电商平台 它是属于像是我们可以在微信 就是在聊天过程中 就可以推给朋友的 那因为现在的消费形态 其实已经有点改变 就是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 想要买东西就买东西 那我们可能常常在聊天的时候 说到某个东西 然后我们直接在微信的 视窗里面弹出来 他们就会比较有那种 冲动型的购买欲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主力 都在发展这个社群平台的部分 每天一大早 潘怡君就来到公司 点货 包装 发货 有时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才能休息 潘怡君在线上主要售卖甜点 白酒和茶叶等各类台湾特产 面对疫情影响 潘怡君积极寻找机遇 几年来线上销售营业额 不减反增 2022年前三个月的银额 已和2021年全年持平 那来这边发展 其实我觉得也很大力度的 把我以前的专业跟这里结合 因为现在的社群上面的经营 其实也是需要去营销的 包含可能包装我们自己的 个人的角色 那因为现在整个 其实消费形态已经从推 从推变成了拉 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家住 大家就是在家里 线上购物的这一个消费习惯 对那目前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平台的经营模式 很适合我们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属于限量的 或是限地区的 两岸电商经济融合 对台湾青年来说 是发力数字经济的便捷模式 此外 在台湾人工智能发展协会的支持下 一个名叫共荣家园的项目 正有序开展 该项目以女性创业 两岸共荣为主题 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 通过公众号 小程序和短视频等平台 分享内容 销售线上课程 在疫情下或疫情后 其实大家看到的是 线上经济 或是我们讲数字经济的 发展的重要性 也加速了这个事情的发展 那我们协会 当然也跟进这个市场的需求 我们基于大数据 基于人工智能分析 来提供这个解决方案 来面向这个市场 能够大家以产业升级 数字转型为重点 来做这个产业 或者是内容的规划 随着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有序推进 作为福建的两个试点城市之一 厦门已开始加速布局 各类应用场景 数字人民币加融合创新 在衣食住行等变明场景 多点开花 徐冠胜也看好未来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 他表示 将在共荣家园引入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模式 让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胞也能同享便利 第一个他不用手续费 再来是他的支付更多元 也更方便 不一定要依靠手机 他可以在离线的形式支付 那在应用场景上应该是会更便捷 然后在安全性上 我相信也非常的高 如今 共荣家园项目正以厦门为起点 依托大陆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 项目组还在与上海 成都等地的台湾青年创业基地合作 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